晚上好,宝宝们,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新养美学院,她机门看联,又懂美学和时尚,教你如何提高辨识度,2019年各大品牌的春夏成业发布会陆续开始了,网上开始热烈讨论起奢侈品的话题来。 最近最热闹,华最多的,应该是迪奥了,比如前段时间,豆瓣女神玩奶当上了迪奥的香氛大使,说明下,迪奥的香氛大使有好多个,玩奶只是其中之一,然后发布会当日,迪奥的中国区大使和迪奥并一个香氛大使不是玩奶会面,居然坚决不对视,场面尴尬至极, 然后迪奥自己这段时间的设计也保守质疑,几个月前发布的早春系列被时装博主们吐槽,像给广场舞大妈穿的,这一次成为衣袖好评也比较低,主题是向舞者致敬,设计灵感也是来自舞者,秀场是舞蹈云成衣袖的结合,摩托走台步,舞者在旁边跳舞,整个秀场漫天都飘落着花板,设计方面也借用了很多的衣袖, 和舞蹈相关的素材,比如发呆和纱裙,以及不少带点弗拉明歌舞蹈幅阔型的剪裁,还有明显有舞蹈人数的戏律设计,但是发布以后,网友说迪奥从公关到成衣,越来越楼,花的大部分也是在宽秀场布景,没有说时装作品本身, 其实迪奥这两年倒是真的很努力的银河中国市场,只不过基本都是白了,这场秀的银河意味也很强,本次成为衣袖的颜色,就大量使用了今年网上风很大,赞数超多,大家觉得高级的莫兰迪色系, 对莫兰迪不熟悉的同学,给大家看一幅莫兰迪的画,看起来灰灰的,有一种非常柔和的质感,巧合的是,之前带过莫兰迪色系的,正是刚成为迪奥香文大士的玩玩,玩玩不仅多次展出过莫兰迪的画,很早之间就开始在微博上安律莫兰迪色系,身体例行的展示莫兰迪色系的美感, 在对比下秀场的图,不仅是采用的颜色,就连搭配的色调也蛮接近的,那为什么大家还是不喜欢呢? 先讲讲莫兰迪色系,莫兰迪是一个意大利画家,擅长画镜物,他的画属于整体名度高,调子比较亮的类型,没有太重的颜色,看起来很柔和,也很有辨识度, 莫兰迪的画眨一看是好像很容易画,毕竟是镜物,而且图形也不复杂,莫兰迪厉害的地方在于配色技术高超,他的画有两个特点,一是灰度高,二是很明亮,在美术里,灰度用白话说的意思是,这个颜色里除了主色还有很多其他颜色,也包括白色,然后明度的意思就是颜色的深浅,浅色看起来比深浅, 一般人画这种画喜欢通过添加很多白色来达成,但是如果添加的白色过多,整个画面会看起来发白雾粉气,比如下图左边的就是白色加多了,感觉雾蒙蒙的,右边是莫兰迪的画,高灰度和高明度并行,清晰而且没有白雾,莫兰迪的画最厉害的地方在于,他的高灰度使用的白色比别人少, 主要是通过对其他颜色的对比和添加来形成的,除了莫兰迪,麦娜也爱这种调色,印象派画家有很多都爱这种画法,这种柔和明亮的颜色比较容易看起来有质感, 很多时装大牌喜欢用,尤其是走法风路线的,比如Chloe连logo都是这种类型,Chloe还会通过材料的采用来加强这种感觉。 斑毛皮不管什么颜色,看起来都比漆皮和正常皮要柔和,Chloe就很爱用斑毛皮,以前的Celine也爱用,但Celine的扩型比Chloe运气大到很多, 这种高亮灰掉的颜色配运气扩型,能塑造一种非常女性化的尝试,看起来高贵优雅有气质。 但是遗憾的地方是,不管什么扩型,这种颜色比较挑人,更适合个子高的鲜瘦女生,比如超爱Celine的王妃, 还有四只非常修长细瘦的婉婉,身高不够的话,会看起来脱踏没有轻盈感,女性平均身高158厘米的中国大陆,穿起来好看的人不多, 长相偏少女的类型,也不适合穿,会有妆潇洒的感觉下图,更适合有点酷和偏成熟的脸,毕竟这种气质自带想法。 当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服饰,不能对自己的外貌有所加持的时候,大部分人会觉得,这个设计不怎么样, 所以Dio这个设计,网友get不倒是正常的,毕竟适合穿的人不多,不过玩玩应该会觉得很好看, Dio这两年,银河的姿态有点太明显了,翻了一下他的新闻,发现这系列的操作不是没有原因的, Dio现在的创意总监是Maria,Gracia,Cherry到Dio的时间不长, 2016年8月拿到的offer以前在Valentino,是Dio的守卫女掌舵人,在入职没多久的时候, 他就表示了为消费者服务这个理想,Maria刚进Dio的第一个比较火的作品是女权T恤,简直爆款, 连淘宝都有,胸前瘾着, We should help us feminists, 我们都应该做女权主义者,通过迎合女权,她获得了比较大的一次成功,去年Maria就拥抱女权,口号喊得很小, 看下图中间,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,但设计风格一点也不女权, 而且去年,为了迎合大陆年金消费者,还找了赵丽颖代言,上图的衣服出了口号, 是不是一看就很像赵丽颖的长服,赵丽颖也真实穿了,搞笑的是,宣传方式完全走形了, 赵丽颖穿迪奥的通稿上写着,赵丽颖身穿桥纹上衣搭配牛仔短裙, 再配上长筒靴,裤色有形,一头小卷毛短大像羊娃娃, 超可爱,完全忘记当记住期,被网友狂看半年, 看到这么多图回忆起这么多事,不禁联想了一下, 莫菲这次是婉婉建议创意总监,大量运用莫拉迪泽戏的, 毕竟风这么大,还让他当相分大使,走合照丽颖一样的路数, 但我还是更喜欢之前Ruff Simons主持时的Dior, 觉得这才是说制品应该有的样子, 没有这么迎合而是有自己的态度, 一眼就感觉到他先锋,高乐和傲娇, 你说呢,的宝宝,都有钱,有品位,有头脑,有美貌, 对了,最近我们用了小程序,升级了最适合气质风格的检测, 在第二版的检测里,我们就个人行为, 给他人带来的年龄感,距离感和致力感进行了量化, 每个维度都有七个题目,三个维度一共是21道题, 做完最套题,你会知道你的行为模式, 最适合什么样的外形,特别说明,会推荐其他有者给读者, 亦提供给诸位更多选择,被盈利性行为, 被收取任何费用,读者关注和取关,也无需任何费用, 若看到喜欢的,可以进行关注,採写更多感兴趣的内容, 如果无感,可不关注,无伤大雅, 其他的推荐文案和内容由对方提供, 不代表的价值取向,请独立思考和自行判断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